就在9月11号这关键的日子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也有所动作 但就不是之前外界盛传的临时政府就职典礼 而是低调的升旗仪式 他们在阿富汗前总统府外头升起了塔利班的旗帜 有塔利班官员表示 这次的升旗仪式标志着阿富汗新政府正式上台 不过关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课题 在911事件20周年的时刻 已经成为了美国两任总统之间 隔空爆发口水战的导火线 特朗普在出席一场911纪念活动时 再度抨击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 就好像是在投降一样 更说拜登政府无能在一片混乱当中 结束了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战争 而面对特朗普的炮轰 拜登就表示说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势在必得 并指策划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 已经在其他国家卷土重来了 难道在每个有基地组织的国家 美国都要驻军吗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出席911事件20周年活动时 这对前总统特朗普抨击阿富汗撤军行动 仓皇混乱的去解释 再度为撤军行动辩护 并指美国早在剿灭发动911恐袭的恐怖分子奥沙马之后 就达成了反恐核心任务 同时拜登也强调 高达7成美国人都赞同 美军是时候撤离阿富汗 只是他们并不喜欢美军撤离的方式罢了 镜头转到阿富汗 在外界担忧当地女性权益可能严重倒退的同时 有大批阿富汗保守派女学生身穿长袍 戴着只露出眼睛的面纱 上街游行支持塔利班反映 与此同时一所大学也举办了室内的演讲集会 女生轮番上台也说 设计的课题包括表达支持塔利班强硬的性别隔离政策 批评西方反穆斯林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